大象何止会跳舞 大象几乎都要飞上天了 这个是投资人今天对于 鸿海股价的生动形容 今天鸿海几乎收盘要占上了170 就差一点点 而背后推升的三颗引擎 AI 机器人跟电动车 说到了电动车 2024的战场 恐怕比你想的还要厮杀 鸿海御龙联手打造的Luxian M7 四月交车独领风骚 但是丰田西首比亚迪打造的首款电动车 也准备要扣关台湾了吗 是来台组装 或者是透过第三地全车进口呢 又将带来怎么样惊人的价格破坏 真的像人家讲的那句话 便宜至百病吗 对 没错 事实上最近的台股真的非常厉害 那主要原因当然是包括像苹果 从谷底翻身 那包括说像AI的领域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是因为这个电动车 似乎又变成是大家讨论的重点 特斯拉也从谷底往上走了一个状况 那尤其是因为台湾有这么多的利多效应 所以台湾最重要的两家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台积电或是鸿海 在今天股价都出现大涨 那特别是台积电呢 今天收在八百块 上涨十四块 占照八百的这个大关 那看起来的话 八百是一个起点还是一个终点 当然不是终点 可能继续的再往上电高的可能性都非常大 那尤其是原本的女武神的Cassie Wood 她在之前就是把台积电卖了非常多 就她最近又回头买台积电 大概两千股左右一个状况 那她选择在AMD财报公布的这个时机点 那尤其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机点 因为事实上AMD最近 她刚好欢度她55周年的一个状况 然后AMD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照片 她以这个AMD锐龙的这个AI 重温这个AMD成立的这个历史 好那我们为什么讲到AMD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今年的CES的这个2024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AMD大举介入所谓AI的这个领域 那尤其是它在这个AI里面有非常多 可以用在车用的相关的这个晶片 你看就是AMD用AI修复以前的这个照片 以前是黑白现在把它弄成彩色 还弄得比较更生动活泼的一个状况 所以AMD当然是扮演一个台积电 往上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那AMD或是说目前很多厂商 在看好这个电动车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是春田 春田他也说了 目前为止来说话 车用这个被动元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告诉你 尤其是他们的订单出货比 是来到这两年首度突破的这个状况 获利也非常好 从AMD或是从这个春田就告诉你说 车用似乎是慢慢有谱的一个状况 今天晚上AMD财报 财报之后 明天台积电的股价就很值得期待了 再来今天台股另外一个看点 我刚开场说的大象都已经飞天了 对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除了台积电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鸿海 鸿海在今天呢 他股价收到169.5 距离170块 只有0.5块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样 事实上他这一波从谷底 从约末市不到百元涨到目前为止 涨幅也相当相当大 那尤其是目前为止外资呢 其实还是蛮看好他的 尤其美系外资 已经调高他的目标价到201块 原本是172 那尤其是目前为止 他们对这个鸿海的看法是 因为本益比非常低 本益比只有12倍 相较于伟创的19倍 相较于营业达的25倍 或是广达 事实上他的本益比是比较低的 那尤其是 最近的刘云伟有发一个报告书 他就说我们未来呢 看好这个鸿海的三大领域 一个是AI伺服器这一块 另外一个是电动车这一块 另外是机器人这一块 也就是说 事实上现在对鸿海来说的话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这个尤其是刘云伟董事长 摆脱了前一阵子所谓的内斗之说 他目前的权力 可以说是相当大的状态之下 势必在今年可能会 真的大展全手 那尤其是最近 5月1号的时候 鸿海才公布说 我们收购了一个德国的 这个采埃福底盘的 这个模组的公司 采埃福来说的话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它是德国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公司 特别是车用零组件 主要是做底盘系列的 相关的模组的 好那事实上它 为什么重要呢 我们知道鸿海不是要拼起 这个所谓电动车的这个版本吗 电动车其实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底盘的这个部分 底盘这个部分来说 如果你底盘做得好 因为底盘下面就是 这个所谓电池 如果你底盘做得好的话 那整个电动车 大概大价格是不会错的 那尤其是这个采埃福呢 它事实上是全世界 前三大车厂的 车用零组件的第一阶 Tier 1 就是最重要的供应商 那尤其是它的客户包 说像宾市 BMW 还有斯特兰提斯等等 所以看起来的话 它在整个电动车的 这个领域布局的时候 是更趋完整的一个情形 所以讲起来 如果是前三大的话 不就跟博士 几乎就是齐名的 一个强势厂商 造车不能没有它 现在买下了 这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体现在车子的性能上 它可以增加 什么样的助权的功能呢 对 没错 好 我们要采埃福来说的话 它目前为止来说 是年产要约莫是 它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年产约莫200万台的 800伏特左右的 这个所谓的电动机 那为什么能够做这些电动机呢 主要是因为它有所谓的 法夹式的绕线组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绕线组 然后它可以减少约莫是 10%左右的安装空间 我们知道 其实你安装的空间越小的话 这个整个车用的 车子的轻量化更能够达成 另外就是说你安装空间越小的话 你这个引擎跑起来会更顺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马达跑起来会更顺 所以你看事实上 目前为止 它只需要24个焊接点 那焊接点越小 当然它强度越大 另外一个就是它原料会越少 所以它因为它有这些技术嘛 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 这也不难解释啊 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去年这个鸿海不是发表 这个Model B吗 那Model B那时候我们就说 它0百加速要6秒多 可是它最新的这个N5 就是说纳斯杰注册了N5 那也就是Model B这个 听说它会有一款 所谓双马达四驱的这个车款 那这个车款来说 从我们就讲 去年它明明说这个B1 这个Model B0百加速是6.6秒 可是今年0百加速会提升到 这个3.9秒 很多人就说 可能是你的这个所谓的马达发动机的 这个技术提升 那跟财富给你的这个技术 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我们当然就再看下去 好 红海造车 造电动车 四月份他帮他跟这个Luxian 7 跟玉龙合照这部车独领风骚 N7这件事情 可不会一直让它一个人的江湖而已 为什么 我们先来看到包含了丰田 现在也传出跟比亚迪强强联手 他们造的电动车 现在传出也有可能扣关台湾 是真的吗 如果成真的话 又会对于台湾的车市 带来怎么样的降格破坏 对 没错 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比亚迪 这个所谓我们的纳智杰 或是红华先进的N5或是N7 今年来说的话是要大展全手 不过他们可能会先面临到 一些海外的大厂来扣关的压力 譬如说这里面来说丰田 丰田他最近他注册了这个BZ3C 还有BZ3X的这个两个商标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车款 事实上前一阵子刚好在北京车款 北冰车展的时候发表 那这个比较特别是说 它其实是 这个虽然是在丰田制造的 但是其实技术很多是来自比亚迪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比亚迪跟丰田的联军 就你看丰田准备要来了 所以它显然也是弄中国的技术 来扣关台湾的这个电动车 那当然不是只有比亚迪这样 我比亚迪还需要用丰田当作分身吗 比亚迪自己都要来 所以你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要丰田注册两个车款 那比亚迪在台湾注册更多 大家可以看到说现在仰望还不只注册中文 它连仰望的英文都注册了 还有包括U6U7U8U9全部都注册 很多完全都注册了 所以也就是说显然 它可能有可能会来扣关台湾 那当然你要从这个中国直接逍遥台湾 目前为止法令我们是不允许的 可是就这样你不要忘记 因为比亚迪它在泰国有投资163亿的台币 打造一个生产基地 未来它可以从泰国过来 它第三季量产之后 从泰国进口过来的时候 那你怎么说呢 它年产有15万辆 那这个所谓泰皮中股 会不会接下来成为 这个比亚迪来进攻台湾一个最重要的跳板呢 回过头来你就看 Luxian M7 它一开始打出最便宜的电动车 也是第一款的国产电动车 现在真的是就吃好吃嘛 WTS如果来者不散的话 这一个战场会更热闹 说到了中国车来扣关台湾 想到还是那四个字 价格破坏 没错 价格真的破坏了 为什么我们知道事实上从去年开始 MG在台湾就变成义军突起的一个品牌 那用的方法是什么 我跟中国车厂合作 我们不能够整车 但是我把大部分的领主舰运到台湾来的时候 组装卖出去 这可能就是未来车厂的一个合作方式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传言玉龙集团要引进这个上汽集团 集团旗下一个叫Maxus G50 Plus的这个车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款 这个车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车 它其实是什么 是七人做的这个MPV 它可以做三排座椅 那这三排座椅来说的话 它准备把这个车导入国产化 就类似用整个MG的这个方式 可能就我把领主舰运过来 然后玉龙组装之后用玉龙 或者说用这个 用这个所谓的中华汽车的方式 把它卖出来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你刚才提到是价格破坏 为什么价格破坏 你知道它这个是1.5升的涡轮增压 那一般的这个七人做MPV的 它不是用这种 因为它是这个马力更大 马力更大税金比较多 那它估议给你用1.5的涡轮增压 1.5的话税金比较低 然后它这个三人可以坐到7个人 那以一般中国目前为止 这个车的售价大概是 49.2万到67万 都换算成台币了 对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还要增加货物税加上来 就算你加50%好了 它目前为止 我们都最多最多加50% 它可能还不到100万 因为我们是8 90万左右的数字 好 那我问你 现在你就抓到100万好了 现在它不进来之前 在国内你想买到这样的车子要花多少钱 对 我们看目前为止7人做MPV最便宜的是Hyundai的这个品牌 在Hyundai的品牌呢 它大概目前为止要140万 所以你就知道说差40万 7个人这样做的话 那当然就差非常多 那大家就有感 它进来真的是一个价格破坏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是奇瑞 奇瑞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车厂 它最近也是开始增加 你看它把台湾的粉 这个粉丝专业脸书都开了 然后开了之后就开始一直发文 然后跟这个网友互相的这个 这个所谓Touch 你看 Chirid的这个Taiwan的这个网站 那它事实上又做什么呢 事实上大家都说 它有一款车款叫做 Diago的这个8 Pro的这个PHED 就是插电式的这个动力 那插电式的动力 这个其实呢 它也可以做5加2 就是说 我可以做到三排 这个三排就是7个 5加2 前面两排这样 它其实也是个中型的SUV这样一个情形 那我们就讲嘛 它是1.5升的引擎 加上电动马达 那总输出马力有322匹左右 好那它的在中国的售价 折合新台币来说 大概60万到70万 它再算上去来说的话 了不起大概也是 大概可能到100万不到 但是呢 它目前为止啊 PHEV 人家台湾至少要150万才买得到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两款车款 竟然都不到100万 那对手都是150几万 140几万 你就知道说为什么 这个所谓的台皮中股的车会越越多 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持续要来追踪这个火线人物 就是郭哲敏 88会馆的主角 他涉及洗钱217亿元 现在法官同意他以5000万交保 逍遥了半个月 大家炸锅了 跑了怎么办 检察官抗告成功 我们录影的这个时间 法院正在开庭审理 要不要取消他的交保 把他压起来 更扯的是 他居然在法庭上抱怨说 电子矫疗 四个小时就没电 睡到一半 还要被打电话吵起来 查勤 哇 没电 但是跑掉怎么办呢 再说 那5000万 对他来讲 会不会连塞牙缝都不够呢 真的拴得住郭哲敏吗 今天我问您揭秘 在诈骗犯的眼中 台湾是怎么样的一个 既可爱又美好的地方呢 台北市88会馆的这个负责人郭哲敏 他也涉及这个地下洗钱啊 高达新台币217亿 还有线上补博的这个博弈网站 是 16亿元啊 结果没有想到啊 现在这个开这个积压庭 那因为郭哲敏 人家这个司法单位 就是认为他有逃亡了这个事实啊 事实足以认定有串政的共放 包括这个施建鹏啊 张旭生啊 你这些亲信啊 都还有这个证人 结果没有想到啊 这个他在这个开机压庭 要不要撤销他这个5000万元的这个交保 今天成为工房交点 为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郭哲敏 当时在4月13号的时候 这个5000万对他来说啊 大概就是小case而已 你看他洗钱洗了200多亿元 然后呢 他这个钱 他认为他只是酒水钱而已 包括呢 你看到郭哲敏他自己讲啊 因为他在靠北说 这个电子脚僚 他被这个限制住居住海 然后这个放出去的时候 交保的时候 他说那个电子脚僚 他的这个蓄电量只有4个小时 然后晚上睡到一半的时候会没电 然后没电的时候呢 因为被那个行踪的这个监控人员 必须打电话查清说 你到底 因为讯号消失了嘛 要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绕跑 气宝潜逃了 所以要打电话把他吵醒 他就说他就被打电话吵醒 他说能不能把他这个电子脚僚给换掉 所以我的天啊 所以我的天啊 今天为什么现在法院还在审理 要不要对他撤销5000万的交保 把他压起来 因为大家就在担心 5000万你根本拴不住他 他这么有钱 再来电子脚僚 那法官说反正不要怕啊 有电子脚僚 结果他不讲不知道讲得吓一跳 他在跟法官抱怨 你们电子脚僚四个小时就没电 你还要打电话吵我 我睡不好觉 如果没电我要跑就跑了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犯了那么大的罪 你还敢去抱怨说 这个电子脚僚蓄电力太差 那也就是说台湾司法单位 常常用电子脚僚 如果说没有被发现说 已经没电了 你还不知道去打电话 去追踪当事人啊 这个受刑人或者是交保的对象 早就让人家落跑了 尤其像郭哲敏这么嚣张的人 那你洗了那么多钱 你犯罪所得高达百亿 那你用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还跟人家这个讨价还价 这一次在这个庭上 他还跟法官说了一句 大家看了下巴都要掉下来 就是为什么一直外界质疑说 五千万对他来讲 很小很小的钱 你看他跟法官怎么说的 他跟法官就是因为检调查出来说 他里面有亲信共放张旭生 那用多个账户去收取水钱 金手就上议员 开了好几个账户 水钱就是骗来的钱 对骗来的钱 对那张旭生其实还有一个司机 叫施建鹏 他也坐正称啊 是 说那个他帮这个张旭生 成立了这个好几个账户 里面就有上议员的这个钱 好大的一笔钱啊 对啊 郭哲敏怎么讲 这些水钱啊 就只是酒水钱啊 哇酒水钱可以上议员 你也麻烦给各位观众朋友 乒乓起来 给大家好不好 酒水钱而已 是 但可是呢 你要知道 施建鹏在坐正的时候 他就有讲说 这个张旭生啊 后来他在赖里面群组啊 这个赖里面的称呼 张旭生叫做小安 是 他叫郭哲敏叫老板 叫郭哲敏的这个女朋友 也是这个名模啊 前率军啊 叫老板娘 而且 施建鹏曾经这个开车 载着4796万元台币 跑到这个前率军家里面 动不动 就是一下子什么被称为 是酒水钱的上议员 一下子那个账 那个载着4700多万 快5000万的现金 载到这个 这个他女朋友家里 所以你看到 这么多钱 那当然 施建鹏一定心虚嘛 没想到他在这个法庭上 出庭的时候呢 检察官就开始 质问他很多事情 他越讲越小声 审判长看不下去了 直接叮施建鹏说 你讲话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啊 你这样显得很心虚耶 所以这个共犯集团 就是抛过他跟施姓男子 跟张旭生在内 嚣张 然后而且不把这些钱 当成一回事啊 所以今天大家在关注 我们也在帮大家追踪的就是 这个郭哲敏 要不要撤销他的5000万 交保 把他压进去这件事情 他背后严重的地方在哪里 你要知道检察官 警察 调查局干员 花了多大的力气 把他从泰国给压回来 然后217万 洗了这么大的一笔钱 洗出去 你给他交保了 跑掉怎么办 那以前受的苦 那些被诈骗的 还有其他更多的诈骗的被害人 来这里就一个案子了 当时他让多少人 请家荡产 快要家破人亡的 这一个诈骗头头一回来 法官也不压啊 所以呢我们 台湾就莫名其妙了 会被人家称为 诈骗天堂跟洗钱天堂 这件事为什么 让全台湾炸锅 就是因为这个刘信男子呢 他在2016年以前呢 跟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党羽 在这个西班牙 马德里啊 阿里坎特啊 还有这个其他他们的西班牙地方 总共设立13个据点 然后那13个据点就有这个设计房 然后他们诈骗的对象 当然可以说以中国大陆的这个为主 然后诈骗了一大堆钱 然后来这个中国大陆的警方司法单位呢 也通报西班牙 西班牙检警 后来在西班牙这个境内呢 把他这个主要的主嫌 就是他的诈骗头子 刘金兰子 跟里面的一票党羽全部抓起来 269个人当中 有218个人都是台湾人啊 都是台湾的诈骗嫌犯 那这些人呢 后来被这个引渡到中国去 大部分都引渡到中国 这个刘信男子 他很怕他怕说 完了我要被抓回中国 以前不是有传出来诈骗 你不能活着回来啊 后来呢都送到中国 那他就赶快逃跑 他就逃亡了 这个逃亡期间 后来逃到波兰去 逃到波兰 一路进的时候就被抓 在波兰也被拘押了这个六年 然后呢 后来这个 当然中国也想办法说 要从波兰 把他引渡到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去受审 台湾呢 也注意到这个状况了 而刘信男子 他就是因为知道 他的党羽都被抓到中国 下场都很惨 然后他就决定说 那我要写个 写信给人权法院 我要申诉 我希望能够引渡回 那个台湾 不要引渡到中国 结果台湾也注意到说 他跟人权法院讲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也开始去接洽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成功让他 从波兰可以带回来 这个台湾受审 说到底这件事情多辛苦 你刚听他讲了这么一大圈 郭哲敏泰国押回来 我们还在讨论 大家都觉得 这么千辛万苦 你就这样跟他家宝 跑掉怎么办 这个从更远的地方回来 这个是从波兰回来 是 押是不押呢 结果回到这个台湾 法官认为没有积押的必要 你知道吗 当时这个 他从波兰要押回来的时候 台湾司法单位 我们法务部还大内宣 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跟波兰引渡回来 这个创下司法互助首例 讲的跟天花乱罪一样 结果法官就给你打脸 你要知道 这个人 他诈骗金额超过了五亿 你觉得五亿是小钱吗 你觉得从波兰押回来 不需要把他押 不需要把他 关押起来好好的问吗 钱洗到哪里去都不用吗 放出去了 当然要 放出去之后呢 放出去之后呢 然后他 这个同伙 我跟大家比较 他的同伙 几乎在这个中国大陆被抓回去 判的最重都是超过13年以上 那他当然会知道这个状况啊 结果呢 结果呢 他也知道他的同伙 当时被这个西班牙引渡回中国受审 几乎最终都判到13年以上 那他呢 他又回到台湾 因为被放出去 法官说没有积压的必要 只要限制出境就好了 结果他放出去之后 继续骗 之前骗的是1600万欧元 5亿4千万新来币 然后出去之后呢 他还继续跑到这个东部啊 跑到这个墾丁啊 去设立机房 然后继续去骗 而且分两班 白天可以诈骗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的人 晚上呢 再去诈骗欧美地区的这个华人 胡碰皆鬼 所以 你看台湾是他们眼中的快乐天堂 我觉得有一个人 有一种人 有一群职业的人 最最最最不爽 警察 跟检察官 我这么千辛万苦 从泰国把人抓回来 从波兰把人押回来 你都放掉了 让他继续骗 更多人请假荡产 是检察官跟警察 想尽办法 要把这些诈骗集团 给抓回来 只有现在在台湾啊 诈欺案跟这个毒品 已经把一般检察官的侦查庭 给淹没了 光是我们去年一整年 2023年的这个诈骗的金额 就高达了88亿元以上 所以你知道看到 台湾的这个诈骗 琢磨这个猖獗嚣嚣张啊 好听到这个地方啊 来秀林代 我们看到啊 今天郭哲敏 法官要不要把他压起来 现在正在开会讨论 如果把他压起来了 那就是打脸前面那个法官的 5000万的判决 但我们要说的是 你的交保金 够不够足以赫施他 还有你的科技执法 那个电子脚梁 够不够赫施他 我们今天要告诉你 真真实实的案例 根本没有用啊 我们的司法的漏洞 真的很大 刚才讲到这个郭哲敏 那郭哲敏呢 当然是潜逃到泰国 然后呢 这个司法互助 把他逮回来 但之前其实 他有非常多次 他其实已经有案在身了 但是呢 检察官居然在机场放行 他要出境 结果这个机场的警察 拦截之后 打电话问检察官可以放吗 连续四次都把他放出去 那最后当然他就觉得事情大调了 他就逃到泰国不回来 后来透过司法互助 又花费了非常多的检警掉人力 才把他带回来 所以即便检察官警察非常的辛苦 但中间还是有害群之马 这害群之马呢 就让整个司法体系在诈骗 在这个洗钱相关的案件当中 出现了非常的大的破洞 这是我们的防淘机制 有很大的状况 那这个状况刚刚讲的 郭哲敏说他的电子脚僚 只能充电四小时 这很恐怖 这也是非常离谱的事情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预算 成立了电子监控的科技的 相关的单位 在我们的检警掉单位 结果一个脚僚 居然只能充电四小时 我们是3C科技大国 居然电子脚僚 只能充电四小时 还要由这个郭哲敏来告诉你们说 我们换另外一种设备 叫做电子手环 可以充电比较久好不好 这真的是非常的丢脸而难堪 我们的这个法务部到底在做什么 那另外这个 法院也非常的离谱 像这个案例 是发生在基隆地方法院的案例 那他被羁押之后 因为台湾的这个 还没有起诉之前的羁押 只能9个月6加3 6个月的羁押期到了 可以延长3个月 只能羁押9个月 那9个月时间到了 可是案子还没有处理完 于是呢 这个法官呢 就可以给他带电子脚僚 因为我必须放你出去 我不能再压你了 我就带了电子脚僚 结果呢 没想到基隆地方法院说 我这个电子脚僚 也应该不能带太久 我羁押都只能 9个月 所以我只能让他带8个月 还有这样的 对 那这根本没有任何相关的规定 是基隆地方法院自己的新政 觉得说 我羁押只能积9个月 我带脚僚就带8个月吧 于是一放人就跑了 所以到现在呢 人已经不见了 那全台湾呢 总共有8000个 类似的通气犯 是从机场大大方方的 拿着护照 买了机票出去 8000你能想象吗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 所谓的防淘机制 根本就是虚设 那走在马路上面的 这些通气犯被通气 然后你抓不到他 或者是他就是坚决不到案的 总共有5万多人 天哪 所以你走在路上 招牌砸下来 搞不好就是砸到一个通气犯了 所以你刚刚这个描述 现在就两件事 一个我就 这个交保金 我跟你很重 重到让你不敢跑 不然就是电子脚僚 给你靠着 让你插翅南非 大概就是两件事了 但是 是所有的考量 都被这个人给狠狠打脸 他是谁 朱国荣 我们的殡葬大亨 去外面逍遥 去外面爽了 当时法官怎么说 他不用电子脚僚了 因为 我给他5亿的交保金 总不敢跑了吧 够了 那个洗钱洗 217亿的 你给他5000万交保金 对他来讲 有差吗 没差 然后呢 这个呢 也是赚好几十亿的 你给他5亿交保金 对他也不痛不痒 那有钱人觉得我自由最重要 那你不用给我电子脚僚 想尽各种方法 我就是会落跑 所以台湾会有这么多的 这个通气犯 那现在有知名的网红也是啊 那贵妇奈奈 跟他的这个丈夫被通气 还有公公婆婆 大家一起到加拿大 去申请难民身份 结果居然还被核准了 所以呢 他们在加拿大 过着伪难民的生活 那现在呢 这个公公婆婆 自己申请要回台湾 因为年纪都很大了 80岁 所以很多人怀疑说 是因为要回来看健保 所以申请来台湾 因为你在加拿大 你是难民身份 你怎么去就医啊 那可能这个 你要拿出很多钱来能就医 那你这个难民身份就破功了 你就会被加拿大政府认定 你根本就是有钱人 他就是啊 是 但是他现在必须在加拿大伪装 他生活的非常的艰困 他被黑道恐吓追杀等等 否则他的拘留身份 可能会有问题 于是想办法回到台湾 他是主动说他要回来的 一方面呢 高龄可以使用健保 另外一方面他知道 在台湾不会有事 结果你知道怎么样 真的没事 这个公共50万交保 这一个婆婆是无保释回哦 那总共 他们在台湾所发生的 这些掏空诈欺的 这些金额 对于他们来讲 回来只要50万交保 这是很小的钱啊 我这个50万交保之后 我也许被你限制住居 但是我去预验是很方便的 我去预验继续看健保 看治好我的病 然后呢所以呢现在大家说 那贵妇那带跟他的先生 可能看到公公婆婆 一个50万交保 一个无保释回 可能也要回来了 因为反正那么轻嘛 顶多我就是几十万交保就好了 所以也许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会看到这对夫妻党 也说我要回台湾了 我不要在加拿大当难民 我要回台湾来当一个有钱的国民 台湾火锅商机有多大 500亿 放眼全台没有比这一锅更贵 价值60亿 你不要开玩笑是真的吗 是今天 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到做到 请来傅格奎正文灿吃锅 立刻就获得了60亿的建设补助了 你看看这一锅是不是值60亿呢 而说到了火锅商机 没有人比卢秀燕更了了 台中锅烤节 夏天就要来了 台中市去年只是投入了800万 结果你知道吗 创造了将近百亿的商机 各路锅王拼抢冒烟商机 你相信吗 居然靠着卖麻辣锅可以卖到上市 这会不会太狂了 是这个佛跳墙做到爆炸 那是不被允许的 麻辣火锅也是一样 石头火锅也是一样 可是现在在屏东有一家石头火锅 炒着炒着 那个火突然喷了出来你知道吗 发炉了 喷得比人还要高 当下吓死了 很多顾客有赶快闪边去 可是你看店家好像没有 煞若奇没有感觉一样 他们说你们怎么还会这么闪 厉害厉害 搏命都要去 但是闪了之后还是要回来吃 因为后面的人很淡定 就坐着直挺挺的 继续吃着他们的石头火锅 这个可能就是锅子太油 瓦斯太大 麻油放太过 所以那个石头火锅一炒之后 那火就喷出来 但是问题是 很多人喜欢吃所谓的石头火锅 别的不说我们光看 网品集团旗下的这个石头锅 还不错吧 什么不错 那是常常排队排不到的 大家常去石头锅店面看 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 其实还没到用山时间的时候 外面就已经排了非常多人了 很多顾客说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吃这个石头锅 第一个当然是CP值高 而且环境干净 这是很多消费者注重的石胺的安全 而且价位不高 他平均一过大概230到360左右 不等非常便宜 跟一般的其他火锅铜酱的这个价位比起来 他是低了许多 而且重点是什么 他的食材非常新鲜 让你感觉好像你吃的东西 不会有任何身体上的负担一样 可是问大家问 网品集团为什么会成功的地方 当然他照顾员工 照顾的非常无为不至嘛 他光是包括他的石头锅 还有石头迷你 他的起薪 他起薪就来到34400元 比宝可梦的主管还要来得高 你知道吗 超有感的 他的基层 你跟宝可梦的主管的薪水 一样高了 所以大家就说 网品集团对员工还真的是不错 甚至怎么样 他如果他的店长跟主厨 未来的薪水可以到多少 可以到9万 进行10万块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 他跟其他同业的薪水 他等于是非常照顾员工 难怪是每一次人家访问 他都是那种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食品业或者餐饮业 跳槽的梦幻企业的第一名 就是网品 不过你讲到网品 靠锅来翻转他的命运 真的一点不夸张 他的锅 从一两百块 到两三万块都有 是因为台湾人非常喜欢吃锅 那现在网品集团 他推出八个品牌 要包办所谓的这个吃锅的论据 不管你是吃所谓的100多块的12mini 还是要吃到三万多块 一个套餐的这个寻常 他通通都有 但是呢 他卖的也非常好 等于不管你是哪个客群 想要吃锅 来网品集团就对了 那现在网品集团呢 其实他也看准了所谓火锅的商机 因为大家知道 台湾火锅一年商机 从400亿到500亿不等了 那其中大家最喜欢吃什么 就是麻辣锅了 说到了麻辣锅 昨天就出大事了 来哦 在全台湾 可以说是火锅界 或者是麻辣锅的一级战区中的一级战区 西门町一点不夸张 号称最难定的詹记 昨天不是欢喜开张 后来呢 是这个粘季麻辣锅在台北 在大台北地区 号称是麻辣锅界的所谓的天花板 他现在等于已经来到了西门町来开店了 刚刚俊阳哥说 现场人潮怎么样 我跟你讲 俊阳哥 现在在六月底前 基本上你不用订位了 因为根本订不到 等一下 现在才五月初 已经满到六月底了 知道吗 现在你要去吃 你只能到现场去拍了 但是你要去现场拍 也相当不容易 昨天就有民众 他早上11点多的时候去拍 拍了几个小时你知道吗 排了三个小时才吃到这个所谓的粘季麻辣锅 在西门这家店 不过就是麻辣锅 粘季到底在红什么呢 是他在这间西门店的台湾 他吹起所谓的朝台湾 复古风潮 那当然我们知道麻辣锅的灵魂 就是鸭血跟豆腐嘛 所以粘季麻辣锅的鸭血跟豆腐 那是非常有名的 包括他有所谓的果冻鸭血 还有所谓的喷枝豆腐 你知道吗 这个是这两个招牌 是锁住所有北台湾地区的客群 可是奇怪 所有的麻辣锅这两样他们都有啊 为什么我要吃粘季的 这个就不得不说粘季这个创办人 这个创办人非常厉害叫粘启动 他当时其实一开始是开药房的 他因为他本人很喜欢吃麻辣锅嘛 一开始他要用药粉 加到麻辣锅里面 在这个药房后面的厨房来做调味 自己觉得煮的不错啦 结果分给这个邻居师 可是邻居觉得不对哦 这味道不对哦 不好吃 后来呢 建议他把这个药粉换成所谓的辛香粉 就加点辣味跟川味进去了 哇 这一家不得了 一家这种口味就对了 所以在新庄开了第一家麻辣锅店 那后来呢 坦白讲我刚刚不讲 麻辣锅的两个灵魂 一个就是豆腐 一个就是鸭血 他的豆腐为什么叫做果冻豆腐 你知道吗 他要先煮煮40分钟 煮煮煮煮到之后呢 捞起来拿去 他的特制的机器里面 冰过 冰镇一下 冰镇一下冰个小时 所以你看得出来 他的那个鸭血是有点Q弹的感觉 冰火二重天之后的 就像果冻一样 当然他的豆腐 也不是像一般外面市面卖豆腐 他必须有去定做的豆腐 所以吃起来 那个口感跟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说 这个麻辣鸭血的鸭血王 全台这么多家麻辣火锅店 到底谁是No.1呢 不用说了 就是詹继的麻辣火锅 他等于是 打败了所谓全台麻辣火锅 打败了天下无敌手 他拿到了第一名 你就知道 詹继麻辣锅的 所谓的果冻的鸭血 有多么受欢迎 那第一名是詹继 第二名是谁 就是南霸天老四川嘛 老四川 我去高雄采访吃过那一家很厉害 今天我要来告诉大家 老四川我跟你讲 你不说 在南部我们比较少吃得到 这个是麻辣锅第一股 为什么 居然可以卖一个麻辣锅 卖到上市贵啊 是啊 这个老四川 现在被网友封为是什么 麻辣锅王 你知道吗 因为老四川非常好吃 而且价格坦白讲 又没有像其他的麻辣锅 来得这么高 因为他过去 他有竞争对手叫什么 叫做顶王麻辣锅 我们知道顶王麻辣锅 他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 鸭血跟豆腐让你吃到饱 吃到饱了之后 你要打包的时候 再把你加到满 等于你吃一餐 可以吃两餐的感觉 他怎么怕你吃啊 所以那时候呢 其实老四川 又会面临到这样的窘境 但后来他改变一下 他们所谓的调整方略 他怎么样 他推出套餐的方式 基本上他三人套餐 大概一千多块 等于三个人 比较花三百多块 你就可以吃到所谓的 麻辣套餐一样 后来也给你 鸭血跟豆腐 加到饱 加到爽 甚至还推出什么特殊餐点 我们知道 去老四川一定要吃什么 吃他的川味凉粉 他的川味凉粉是 这个全台仅有一些 独一无二 甚至他也有刹冰 你知道吗 这个是在全台的麻辣锅店 非常罕见的情况 麻辣锅店有刹冰 这够稀奇了吧 好 我们现在 上门去吃 我们就只会感觉到味道 但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门道 老四川可以变成了 麻辣锅品的第一股 他能成功的第一个秘诀 就是他的围棋 围棋的这个叫 拓点 这个战略 在高雄市的一级战区 如何杀出一条险路 这题问我就对 因为老四川第一家店 就在我太太梁家的楼下 就是这么近 就在中央公园旁边 所以你看老四川的展店 他其实也不马虎 他是有战略性的展店 因为我们知道 高雄的七险路 号称是火锅一条街 全盛时期 大概有十家火锅店 在高雄的七险路上 但是老四川怎么样 他等于用围公的战略 他在最北开了第二家店 把他截断所有北区的麻辣火锅店 等于你要吃其他麻辣火锅店 你必须要经过老四川 这个点就被截住了 再来第三家 他也开在所谓的七险路附近 或中山二路等等 他开在这个地方 也等于截断了 所有麻辣火锅 其他家的生计了 你看这个图表 就看得非常明显了 所以南北在这个地方 楚河汉间一隔开之后 这里都是我的了 你逃不掉了 你想吃麻辣火锅 你一定要到老四川去吃嘛 所以就变成说老四川 为什么经营这么成功 现在已经全台有14家分店了 平均年营收来到多少钱 10亿 非常的高 甚至它成为全台首家 一位卖麻辣火锅 新贵挂牌的所谓的麻辣锅店 你就知道它的业绩有多么长空 老四川的创办人 这个老板 在去年 其实是非常不幸的 他就是找事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非常厌爱的是 连我们陈其迈市长 都表达了他的哀悼之意 换句话说 这个人 他怎么样的正通人和 在所有五湖四海的朋友里面 他怎么崛起的 其实老四川创办人 这个叫梁朝成 梁朝成他的故事是非常励志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还当过所谓的脚踏车 在男子的工业区 当过脚踏车的作业员 甚至还当过沙石工员 可是他最传奇的就是 他曾经在27岁的时候 到了中国大陆去当所谓的摄影助理 因为大家知道 当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 其实大家想要拍婚纱 所以非常缺人 他那时候就去当婚纱的摄影师 所以赚了不少钱 他那时候一个月多少钱 你知道吗 人民币三万块钱 等于台币十五万 很多了耶 但是太累了 你知道吗 他一天从中午 一路工作到晚上的凌晨两点 这样搞了那么久 他真的觉得有点不堪负荷 再来怎么讲 工作量大之外 老板有没有体恤他是个重点 但是老板迟迟没给他加薪 十年都没加薪你知道吗 所以让他有点心灰了 他说不然这样子好 那我自己当老板好了 我自己当老板 让你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老板的霸气 你知道吗 所以 因为他跟他太太在哈尔滨的时候 非常喜欢吃当地的一个麻辣火锅店 天寒地冻 是麻辣火锅最舒服最温暖嘛 然后再配上那个香味 哇 这个味道非常的对 所以他希望跟那个店家 首先买回所谓的川鼠的配方 买回来之后呢 我自己在台湾开店展店来做研发 没想到这一下成了 他马上做生意就成功了 当时他展店的时候 全店只有十三张桌子 十三张桌子的麻辣烫 还不是麻辣锅哦 只是麻辣烫小碗小碗煮给你 十三个小桌子 然后全店只有五个员工而已哦 他这样一步一步展店 到现在你看 全店全省大概有十四家的店 然后平均年营的时候来到十亿哦 甚至呢 他其实来不讲 因为他过去老板很小气嘛 所以他谨精在心 所以他当老板的时候 他当然不会小气 他甚至有霸气分红 一千两百万的奖金 通通给他发下去 他说年终是年终 奖金是奖金 我们应该要分开来试 甚至他连股票都有配给员工 你就知道这个老板非常感动 而且带人也带信 他的管理哲学 也是值得大家非常敬动 一个一位 各位朋友你知道 全球放眼全世界 最知名的预言家是谁呢 画面都是在我旁边 这位我们看到的 就是盲眼龙婆 他留下关于 2020我们这一年的八个预言 5月才刚刚开始 居然就有三个命中了 来我们请导播 带我们来看看 这一张图卡 这个是盲眼龙婆 生前留下了超过5000个预言 一直每一年每一年 都留下相关的预言 一直到5079年 地球还在吗 其中不少都已经准了 我们今天帮他整理出来 三张图卡 全部命中 首先他预测 英国尽量要面临经济衰退 英国的GDP三个月来 急剧下降 这个是铁针针的事实 再来 我们正在面临的异常天气 极端天气 自然灾害 种种的困扰 亚洲历经最严重的此刻 也都在他的2024预言当中 说得准准准 而最后 居然人类已经 共同研发出肺癌疫苗 也在盲眼龙婆的这个预言里面 创下告诉我们 这都是龙婆留下的2024 可以不要这么准吗 你准不准 因为他当然有些人觉得是比较玄秘 但是你有感觉说 好像有些征兆 就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里面有一件事情 大自然和天都告诉你说 确实整个地球越来越变动了 越来越变动的时候 其实你总要有个敬畏之心 可是人类很奇怪 就觉得我才要dominant 你都以为人类是天 我才可以主导 对 那这个主导是什么 中东果然战事又起 而这战事又起呢 是纳坦雅胡 要跟全世界证明说 我才是大哥 由我来主导 所以呢 本来大家想说 在埃及 还有卡达的斡旋之下 哈马斯他们也打算分阶段的停战了嘛 开始慢慢释放以色列人籍 可是呢 纳塔雅胡不接受啊 因为就是什么 埃及和卡达的面子 不是我纳塔雅胡的攻击啊 所以呢 又发出公告 不认为 不认同 这样一个停战协议 然后呢 告诉拉法东部的居民 立刻撤离 撒红丹 就要进攻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刚刚这个是坦克的第一视角 当以色列以军把坦克开进了加萨 这是何等的大事 你开始要吹哭拉朽的地面攻击了 所以这战火又要起来了 而又要起来之后呢 哇 对拜登来讲 他很头痛嘛 不停以色列 还拨住以色列吗 他不停以色列 华尔街里面他就没有钞票 停了以色列 他就没有穆斯林的选票 所以再打电话给纳塔雅胡 会谈30分钟 你飙入期 你要停止 可是纳塔雅胡呢 他要的是主导 这是人类最可怕的 主导什么 他说他还要谈判 但是谈判是听我的 可是人类你真的够主导吗 大自然给你很多征兆 告诉你说超乎你的想象 伊朗 我们当然知道 伊朗旁边有 南部下面有赫姆斯海峡 可是他西南边是深入沙漠 深入沙漠以后 结果天降活鱼 让整个伊朗人都傻眼了 你看看这个画面没有 鱼从天而降 什么可能的事 活鱼就对啊 怎么会天降活鱼 然后这活鱼呢 后面有人看起来 仔细看 哇 大概跟手 长到手臂这么大 这个鱼 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河鱼 还是海鱼 持续在钓 怎么来的到底 怎么来的呢 哇 这是天有意象吗 那当然了是什么 海洋太热了 科学家会解释 海洋太热就形成了龙卷风 水龙卷一上来之后 顺着一打上来 对不对 因为龙卷风一卷的时候 那些鱼刚好 可能是一个 一个鱼群就被带上来了 然后就到了这边掉下来 可是郡相 那边离海边也很远 所以这些鱼 到底在空中飞了多远的距离啊 这个龙卷风会卷到这么多 这不是代表 整个气候都已经变了吗 那变了以后呢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现在广东香港 因为整个封面下去对不对 对 海面的南海那边的海洋太热了 香港 哇那可以 你知道是打破了所有人的三观 为什么 你知道在香港的豪宅区 最喜欢讲的是什么 我的窗户看出去 是超级海景 维多利亚港 超级海景嘛 可是还要告诉你说 超级海景不重要啦 我家就是海 你看到西贡区的这些豪宅 一下子水就直接淹进去了 我家跟海呢 是海天一色了 那个是多么痛苦 升到的是到了湖南的位置 水就直接淹进来了 香港过去这两年 2023年 你看过那个画面 到现在我都觉得惊悚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大马路 你记不记得 一觉醒来 马路淹成了河是湍急的江河的那种水量 去年如此 才五月又来了 又来了 所以超级海景 已经不是窗户看到了 是脚踩下去 就是超级海景 你觉得这样能够热 可是这么热 对不对 南部 问题在于说 在长白山吉利那边 主风降雪了 降雪之后 你看到没有 不是都立下了吗 立下了 五月雪 我们以前知道 中国自古以来 六月雪 天下其冤 豆儿冤 对不对 五月立下了 还在雪 怎么会这么奇怪的生意 然后另外呢 越南那边呢 都没有降雨 又热浪袭来 可是军下有看到没有 那个整个船派旁边 都是密密麻麻的鱼 没人敢捕 因为通通都死亡了 这就变成鱼的大体 超过40度的烧烤模式 全面启动 连海水都沸腾了 你看 这些鱼全部都浮起来了 水库里有水 跟到这边出了什么状况吗 第一个 当你温度叫做水温 已经达到了40度50度的时候 对不对 水温当然就30几度 氧气呢 很多被溶解掉 溶解都被释放出来了 所以水里面的含氧量少了 鱼很难生存了 最麻烦是什么 温度越高 下面那些淤泥里面的有毒物质 又浓到湖水里面去了 那些鱼就活不下去了 可是呢 还有一些更可怕的事情 加州那边 很多人说奇怪 哪个人都没有功德 到处乱丢蓝色的这个塑胶 塑胶带 塑胶带 还没有功德了 很多那个科技新贵 假日都要去浸滩的 你怎么这么没有功德 后面发现 不是 船帆水母 加个整个 因为阳流的变化 温度的变化 过去的时候 在大海里面膛阳 在靠近这边边 然后被吹上来了 冲上来之后 就在那边死掉了 这是生态的浩劫 生态的悲歌 而且这里面是 很多人心里想到的是 十年前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不是好多核电厂的出海口 都被水母攻击吗 大量的水母 现在都往这边靠过来 以后你这个 这是不是一个前兆 一个可怕的事情 可是更前况 更让你觉得意外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日本人 他呢 早上起床 我要出门 哎呦 怎么被绊住了 你看去这样看没有 正中间一柱晴天 一根竹笋 就这样子长出来了 这个是竹笋 竹笋 从榻榻米一路长到天花板 摻布了它下面的地板 榻榻米一路长出来 然后具体想 你知道这可怕在哪里 我们知道竹笋长很快嘛 所以我们踩竹笋的时候 都要天还没亮的时候 在太阳出来之间赶快踩掉 不然就 后面就长很快嘛 通常我们梦中 什么之间梦竹笋 这个台湾的马竹笋 一天二十几公分 然后最高纪录是 日本在1963年查过的 是长到121公分 一天 一天121公分 也是吓死人的快 可是你看那一根比我还高 那个榻榻米比你还高 两公尺以上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这是怎么长的 那是什么状况 而且它还在屋内 然后屋内里面也不是阳光 也不是什么 水分它怎么可以长这么高 这种变异都很多了 所以屋里会出怪事 而出怪事的是 美国一个农庄 竟然小孩子就说 爸爸 家里有怪物 爸爸说我刚刚带你去看卡通 乱讲话 不要乱讲话 小孩子都乱讲 可是呢 真的小孩子就说 有怪声音 有怪物 什么声音 后面一看呢 蜜蜂 那蜜蜂呢 想说有一点嘛 就把它赶出去就好嘛 拿着热显相仪一看之后 傻眼了 怎么看到什么了 背面整个墙 全部红通通的 哇 住了多少 五万到六万只的蜜蜂 有一个蜂巢 把蜂巢拿出来之后 那个小孩子才几公斤啊 那个蜂巢四十五公斤 哇 这样一个大蜂巢 什么时候进去了 不知道 还好没有攻击到的人 对 幸好那是蜜蜂 其实美国现在最担心的 或美洲最害怕的灾难 叫做杀人蜂 杀人蜂会怎么样呢 杀人蜂呢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体型大的一个蜜蜂 而且呢 它不是只采蜜而已 它喜欢吃肉 它喜欢去吃其他的小蜜蜂 甚至小型的哺乳动物 然后这个杀人蜂呢 就是人类 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 所创造出来的 什么意思 两个说法 因为过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蜜蜂是兽粉嘛 对 可以帮助植物长起来嘛 对 有一个说法是巴西 一个说法是当年的美国 六零年代的时候 因为他们这个 美洲那个蜜蜂 柔弱无力 飞不远 兽粉不多 非洲不一样啊 非洲这么贫瘠 那个蜜蜂强啊 经过大自然的演化活下来的 他们都特别会马拉松 净好啊 飞得远啊 强悍啊 就搞了26只非洲的蜜蜂 进到实验室 跟他们原来那边的 本土的蜜蜂 改种 但是没有管好 门窗没有管好 整个风传没有管好 26只带着他们的子孙 跑出来了 才26只怎么了吗 繁殖力多强啊 里面有丰厚 有啊 有丰厚啊 然后带着出去之后 结果呢 强势啊 因为我的活力好啊 对 我的能量好啊 一路杀下去 就很快速的成长 成长之后就把其他的本土蜜蜂 原地的原生蜜蜂 当成食物 然后有一千多人呢 就被他折了以后呢 那个毒哦 是很痛的 而且他一折下去之后 你还来不及 甚至还会咬你 然后呢 死掉了 至少死亡一千多人了 所以26只因为 先是没有顾好 让他飞出去 最后真是死了上千人 真是上千人就算了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个电影 叫杀人蜂吗 是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来的 他们在整个美洲没有天敌 不过还有人类 更麻烦是 他们现在有新天敌了 2018年 更恐怖的蜜蜂进去了 亚洲大黄蜂 亚洲大黄蜂 他们才发现说 现在杀人蜂 又碰到人类再去的新天敌 最大 黑张五公分大 你会觉得 这样一个蜜蜂 小孩子说有怪物 那是真的怪物 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告诉大家 许巧新被告了 告他的非常罕见的 居然还是外交部 罪名是什么 泄露国防机密 导火线在哪里 就是许巧新公布了外交部 在台湾跟捷克合作的 这个援助乌克兰的相关文件 他就质疑 当中涉及了上千万美金的款项 流向不明 有没有人中保私囊呢 这次 外交部罕见提告了 大动作的背后 我们就问 但许巧新怎么会犯 这么低级的错误 如果他明明是秘密外交 你怎么可以把他 统统拿出来讲呢 或者外交部要用提告 逼你闭嘴 背后是隐藏更多 不想让你知道的内幕呢 好 就这样跟大家报信的观众朋友 今天就要清楚 明白跟大家讲 到底为什么许巧新 被外交部可以告了 这个画面看了以后 真的吓一跳 等一下问我师父董哥 他可能看了更多 我印象中 不会告委员 有吗 以前有过吗 委员告委员是有啦 立委告立委 选将告选将 不然我们来斩鸡头 那个很多啦 但是呢 这个是外交部跑去告立法委员 告的还是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的 许巧新 那个跑到大院去 尤其是我们本委会的委员 看到他没站起来 那战队已经来不及了 还跑去告 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简单 几个理由 第一个叫泄密 第二个叫许巧新 现在你看到吴钊泄 看到许巧新都跳起来嘛 在立法院跟他也是来 你一句我一句的 完全不让嘛 那事实上呢 许巧新被外交部告件事 观众朋友 现在目前在看我们报信文 我知道 有些人很生气 巧新的支持者 干什么东西 外交部你们那么多肮脏的事情 被踢爆了 还可以告人 不要脸 对不对 生气 有很多的来临支持者讲说 外交部搞什么 但是同样的 也有绿营支持者讲说 太好了 许巧新处理 因为他仇恨值在绿营当中非常高 所以呢 每一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民进党的官员 民进党的所谓KOL 民进党亲近的媒体 每天都在讲许巧新嘛 今天是多好 都对了 就是许巧新 所以处理下去 告下去 那观众朋友 为什么告呢 因为许巧新 他踢爆指控了一件事情 原本我们不知道的 在乌克兰发生战争之后呢 外交部编了1000万美金 3亿台币的预算 要援助乌克兰 但是俊强哥 我们跟乌克兰是有帮交你 没有帮交 我们又没有什么相关的管道 钱怎么送进去 没有办法直接给乌克兰 所以透过捷克 用捷克相关的医疗资源 然后呢 把钱给捷克之后 他再去援助乌克兰 中间还要求说 我们台湾的这些医疗资源 30%到40% 要使用台湾的医疗器材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许巧新 巧新他把这个事情 给踢爆 开了记者会之后呢 外交部直接丢起来了 许巧新委员 你已经触法 观众朋友 为什么 因为巧新除了开记者会 除了质疑之外 巧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是过去比较罕见的 他把这一份外交部的 秘密的这个公文 给公布出来 不是贴脸书 是他给记者会的时候 他拿出来 但请注意哦 这个公文上面 有很多的便利贴 他认为真的有机密内容 地方都把它贴起来 不是只有这一页 这是第一页而已 我们也不能看得更多了 后面的部分 他一页一页看 都有贴起来 所以需要已经讲说 等一下 我有任何泄密的原意吗 没有啊 我没有这个意图 我怎么会有罪呢 但是问题是 观众朋友 今天为什么外交部会去告许小新 我们要在报信文跟大家讲清楚 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从来都是这样讲就是 俊强克中华民国是无罪推定 所以现在你先不要去认为许小新一定有问题 可是外交部为什么以前 这种嘴巴上面的攻防 或者是你应该常看到立法委员踢爆 对不对 这个进发局 那个部会 这里又有问题 那讲了这么多 很少会跑去告的 为什么这次要告 对啊 而且外交部这一次是非常罕见的大动作 你刚刚提到了吴钊燮公的 徐晓鑫 对 那个是私院的部分 那我告诉你 为什么外交部这次要告 观众朋友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讲 因为外交部这次的法律见解抓到一条 哪一条 根据我们的中华民国刑法第132条当中 公务员泄漏或交付 关于中华民国国防以外的 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 跟物评者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观众朋友请注意看这一条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外交部里面有人被迫害 他明明看到一份公文 可是外交部都没讲 还在欺骗大众 我把那个公文内容告诉某委员 让他开记者会 那个委员也不是泄露者 因为我并没有保密之责啊 那一样是 拿出这个公文 为什么徐晓鑫记者会的公文就要被告 那你刚提到那个情况 就不用被告呢 所以我们今天报信文跟观众朋友 讲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因为这一份公文很可能 受文者就是徐晓鑫 这个公文 晓鑫拿出来的这个公文 是外交部给国防外交委员会当中 所有的委员包含 观众朋友我现在直接点名 包含沈柏阳 包含江启成 包含黄仁 包含马文君 包含陈永康 每一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在2月21号里面有个日期 他交给所有这些立委 所以如果这一份 如果是因为我不知道 只要进法庭公访了 如果这是徐晓鑫委员自己所有的话 那俊江哥他是受文者 他就是那个公务员 他就是那个公职人员 他本身有富有保密的义务 可是他却把它拿出来了 虽然他有贴 所以外交部就抓了这条 说我要告你 所以就跑去台北地方法院 他直接要告徐晓鑫泄命 刑法第132条 不过当然我刚讲 中华民国是无对推定 晓鑫所执意的 那你编了1000万美金 为什么 到底是找谁 那透过捷克的谁 说不定晓鑫真的挖到了一个 背后有一些 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 也不一定 所以呢 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他要去监督外交部 这个是天经第一的 只是公布公文这件事情 我就说啦 国防外交文会 其实他们里面的立委 常常看到这种 有的是国防部的 因为军购运算啊 机密 有的是外交部的 从来没有很怕 像晓鑫这样 所以我说密欢就是这样嘛 那密欢确实 他非常的冲 而且他遇到官员的时候 也都寸步不让 所以你看他遇到吴钊燮的时候 吴钊燮就跟他 你一句来 我一句去 来看吴钊燮跟徐晓鑫 在立法院的激烈攻防 中国在欺负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立法委员是 补进来踢一脚 那是谁呢 那有 谁啊 我已经说了有 说出他们的名字 你可以去告我 藐视国会 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 是马文君委员吗 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 是徐晓鑫委员吗 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 是陈永康委员吗 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 你看那个一来一往 火药会十足 没在太厉害 来雨萱来告诉我们 今天徐晓鑫被外交部告了 在之前告的背后 到底是吴钊燮公报私仇 刚刚那段画面的 后续化学变化 还是巧欣真的在公布的那一份 秘密外交公文 他犯了第一级错误呢 请问中华民国历史上 有没有任何一个行政官员 竟然敢去告立法委员 而且是该当委员会的委员 这是第一个 第一例啊 就第一例啊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竟然被国防外交机构告 那各位请问 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他代表两个意涵 第一个 外交部是 傻了吗 因为请问一下 你去告发刑事告发状 你需要按铃控告吗 不要骗大家三岁没读书好不好 不用按铃 那为什么大家平常要按铃 居然跟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记者拍 作秀啦 对 这你是激进党是不是啊 你外交部也要选举 以为酸气还是买什么 你做这个秀干嘛 你要告你知道怎么告法吗 就一句话请律师妈喊过去 结束啦 干嘛就按铃 你是干嘛 你要选举哦 然后叫一个副司长 叫一个小喽喽 去干这件事情 好第二件事情 很多人讲说 徐晓芯他这个会有问题啦 徐晓芯这个会有罪啦 我跟你讲各位他试用的 这个相关法条我查过了啦 立法委员不隶属于公务员啦 第一项基本上你要试用他的解释权 因为公务员他是法律专有名词啊 他有很明确的订定啦 立法委员名义代表不算在里面啦 他比较有可能是用第三项啊 非公务员因职务而业务之期 此地有第一项是文书 图画消息或物品 比较有可能是这一项啊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啦 那再来啊 你不需要去着衡他的量刑啦 因为他要过三关啊 第一个叫做 北检这一关 北检会不会起诉徐晓芯 这个东西就是赖清德的态度了 那北检如果起诉之后会不会判刑 这是一审 那会不会打到二审 所以这个是一连串的问题 但是如果依照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即便他要判刑了 那问题是他有可能是什么 半年 半年之后他接下来是什么 一颗罚金 但我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 以徐晓芯的个性 你敢判他刑 你敢起诉他 他绝对进去里面蹲 那我就问 你赖清德跟未来520的政府 有没有办法承受 竟然因为这件事情 把一个在野党的立委 而且还是具有代表性 国民党战将型的立委 抓去里面关 游总你试试看嘛 我跟你保证四年你鸡犬不宁 董哥 八个字 打到痛处 气急败坏 我讲就是这样 你说外交部讲的这些都是鬼话 为什么要透过捷克来给乌克兰 大家都讲 因为很敏感啊 不能那个 我告诉你 外交部直接拿钱给乌克兰已经有了 他自己的 新闻稿里面就有了 2022年就是前年发生那一年 4月22到6月10号 他给几乎300万美金 直接给 然后给旁 乌克兰的那些医院 七手医院给580万美金 你就给了880万 你现在为什么两年后 你要 你要透过 捷克说我们要给他一些医疗的 协助什么什么 加的 那你当初怎么可以直接给 那他为什么还要再转一手呢 因为要给那些人啊 给转的人啊 现在习小军 他所影射的指控 他就在这里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所谓的国际友人 他们就像 过去啊 满清末年 各国内墙 来这边瓜分中国的土地一样 他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政府 喜欢玩这一套 我们来这边 大家有好处啊 那现在 大家都要好处啊 别人也要嫌疾啊 怎么样 所以习小军 他闻到了这个味道 他那天在执行 他其实 吴钊燮开始还比较反而 后来才会抓狂 开始反而哦 徐小军说 好那我们捐给乌克兰 全世界捐给乌克兰 没有人会再怕的啦 对不对 这是整个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前提 大家都是公开给的啦 为什么要抖抖闪闪 你怕得罪恶国人吗 你跟二国又没方向 你怕得罪中共吗 台湾怎么会怕得罪中共是不是 所以是光明当正 政大可以捐啊 我们捐给乌克兰的时候 人家那个市长还打电话来感谢 我们政府自己来设一个监管专户 专门捐给乌克兰 你为什么要透过第三者 那第三者讲白了 你就是大家有好处嘛 那这些人他来给我充面子 让我可以交集器械告诉我的国人说 你看我国际大家都来给我们送温软 我们不需要你送温软 你要送温软拿钱给我们 不是我们拿钱给你嘛 所以他这个清楚 在哪里在西小金打到通促 通促里面还要加一点 你一千万里面为什么三百万 要跟国内买器材 那我们外交部自己买器材给他就好了 如果真的需要这样 但不是嘛 我们曾经捐了五百八十万 美金给他们七家医院 表示我们就有这个管道可以直接接纳 你为什么要请别人来勾一手 你这个就大有嫌疑嘛 所以你这三百万美金 你用合理猜测就知道 是给民进党在台湾 做医疗器材的装脚 大家来赚钱嘛 这个叫别人的勾烂我们的财呀 所以这个难看难听 为什么我说打到痛处 气急白坏 然后现在表现出怎么样 设立类人 然后赶快去提告 这种告笑死人啊 他怎么可能成立呢 不会成立啊 他们是要怎么样 表示一个 一个我们有动作 我们很愤怒 外交部算了吧 吴钊县断了这么多国家 蔡英文断的邦交国 几乎就省一个吴钊县的任期 这种人本来就干不下去 谁敢用他嘛 賴清德在用他 我们邦交国剩两国 可不用玩了嘛 所以这个官司的背后 到底巧心有没有打到痛点呢 我觉得外交部真的是自甘堕落 讲一实在话 这种东西 你看他讲话讲的什么 把自己当成网军侧义在讲 讲什么 触及四大红线 什么道德 外交 民主自由 法律 最后连说 妄议他国内政都是罪名 拜托 这个我想 违反暴力 侧义 大家讲不是的话 妄议他国内政 也可以变成罪名 然后呢 他们现在三爷 什么东西都把它放成机密 我先解释一下他这次的告 他这次用刑法132条告 他是用一般公务员的核定去 直接 就是我公务员说 这个是机密就机密 我就直接去核 这个机密呢 就只有密一个等而已 我们刚刚讲国内政保护法有三等 这个只有一个等 他现在就说 国家机密保护法我告不成 所以我用一个 用一个刑法一般的状况去告 那问题是 你用一般刑法就会告得成吗 国内政保护法里面写到 就是说 国家机密保护 国家机密不可以用作四点 一个是 隐瞒违法或行政缺失 一个是限制竞争或妨碍事业公平 第三个是掩饰不名誉作为 第四个是 拒绝或延迟 因公开制政府资讯 这事件我们通通中 刚刚听董哥讲的这些东西 这事件我们通通中 你这个就是不可以 当作国家机密的东西 结果你去公务员盖了一个密 就说这个就是机密 我说了算 就当初买疫苗 那个封存三十年一样 我说算 疫苗那个也不是国家机密保护法 他现在就会说 我高兴什么是机密 就什么是机密 那这个东西 而且他这个法源叫做 行政院的一个文书处理手册 既不是法律 也不是行政命令 是一个完全是行政院内部作业的东西 你说这样一个东西 他最后要去告许小新 最后会赢吗 那你今天外交部的状况是说 你外交部刚刚不要讲说 你外交部上来会不会去告 你吴钊宪领走来这一炮是什么 你纯粹是政治动作 因为你知道不会赢嘛 你完全就是绿营侧异的想法 反正看到许小新我就高潮 我就是要去告他 那你将来这样一个人 如果按照吴钊宪这个标准 什么东西机密都你说了算 他将来去做国安会秘书长还得了 观众朋友过去24小时 花莲振个没完 先是昨天傍晚连续两起 规模5.9的余震 今天早上又规模4.0 这一年花莲百工百业 一路看到年底 观光气馅了 整个估算高达80亿 就这么蒸发了 观光署9亿补助立刻要下去 但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 现在的花莲恐怕以疫情期间还要惨啊 好 俊大哥还有报信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心花莲 不是你的电视在上当 是我们的画面在上当 那是4月3号的事情 那没有错 昨天下午5点钟呢 有这个规模5.9 那今天早上8点呢 还有规模4.0 就持续还有余震 气象组给你界定了 不用担心 规模都在6以下 都是余震 可是呢 这些余震持续在这样子下去 花莲的观光就救不回来啊 那我们国旅要自救 所以怎么样吸引台湾的观光客 能够到花莲去 最简单的方法 俊大哥 什么方法 就补助 就提钱来补助 如果你到花莲去玩 你去花莲去住宿 政府帮你补钱 那大家就会去啦 礼拜一到礼拜四 现在9.65亿的这个振兴 花莲的观光的这个经费呢 要补助下去 好 接下来从7月之后呢 它有可能啦 因为日期还不是很确定 到时候上路之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 到花莲去 还有台东哦 礼拜一到礼拜四的话 一个晚上帮你补1000块 所以呢 这个目前就是希望 能够透过这9.65亿 今年暑假 寒的 没法倒去 希望花莲的观光呢 还能够注入一季活水 好 对 花莲的观光 夜同夜来讲 你给我9亿的补助 还不如赶快把路修好 为什么 你看看 你现在就补下去了 台东也有得补 大家走南回南横就过去了 对 人都去啦 我花莲也是担无人啊 你给我9亿 我还缺70几亿 因为整个花莲这次地震 造成的损失 来 观众朋友 我示范给你看 花莲的这些观众朋友 现在看到我们今天报新闻 大家都对心哭 真的 就像文案讲的 现在查多少 从4月地震以后 整个的退房退到了7 8月 退到了9月 10月 所以呢 整个旅宿业 餐饮业 交通业 跟相关的娱乐 购物 整体大概花莲这次的地震 就损失了80亿 80亿到年底 你损失80亿 你编9亿多 可能带来一些观光 你可能补不回来 所以才讲说花莲现在非常需要 东西卖出去 人进来 花莲才能够救起来 那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出来 花莲的观光是它的命脉 经济命脉之所系 所以要振兴观光 可是除了观光以外 一般家庭生活 还有地震之后 因为房屋倾倒以后 所造成影响的人 一般的住户 有的住户 还有一些学生怎么办 那观众朋友 因为花莲红黄单贴了一堆 所以呢 震灾之后是有补助的 它的这个住宿补助 一个月是8000块 所以很多呢 这个价格9000块 一个月的住物就出现了 这么贵在花莲 因为你補8000啊 因为我知道你有补8000啊 所以我不是租你5000 我租你9000 你再拿1000啊 所以就很多的 我就不点名了 有一些网友在网上讲说 我们涨价了 现在一间大概都7000到9000 他就是抓那个8000补助 那所以呢 一年以后没有补助了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住吗 补助现在暂时没地方去 所以呢 花莲的这些 就是房东们你也要想一想 现在目前的这次钱你把它抬下 这饼子抬下的时候 两次就没了 所以尽管有人贴黄黄单 俊阳哥 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去找房子 继续住 住在围楼里面 冒着生命的危险 继续住围楼 我就在想 隔了一座中央山脉 我们在西边这一边 这样的关心 这样的资源 过得了花莲吗 还真的是过得来哦 你可以看到 卢秀燕市长 哇 这则新闻让人觉得 心暖暖的 上礼拜我去哪里 中华电视台哪里 有一个阿姨跑过来讲说 喂 还有看到你在讲花莲 你说什么 五月天 观众朋友在看我们节目 他知道哦 他们在等哦 大家看报信文 有机会五月天我在花莲 我也去啊 大家就能去就去嘛 好不好 我们帮助花莲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讲到 一方有难 八方持援 燕子来了 台中直接捐2000万 而且邀指风车去花莲表演 就100团到花莲旅游 卢秀燕拼下去 所以这种时候 俊阳哥 你没有出力就算了 随便叫你派 那当然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 匪夷所思的诗言 居然讲说 4月3号 因为立法庭要攻防啊 他老天有眼 所以地震之后 害富昆起 快拼到花莲旅游 嘿嘿 对不对 所以柯建民 昨天台立法庭讲什么 我真的是 我看到这个影片 我朋友传给我 一看说 我真的想说 这个是有没有批图啊 还是AI的生畏技术 所以为了政治的攻防 柯建民他真的其实产见 因为台立法庭算认真 又是行动的立法委员 这样30年了 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老天有眼 就台湾民主 所以花莲大地震 这句话 没有人可以接受 所以柯建民 昨天出来跟大家道歉 他说 我失言了 请大家能接受 他的道歉 花莲地震 是因为老天有眼 任何人 都不应该讲出这样的话 宇轩 老谋深算的老柯 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因为老天有眼 那老天有眼终于制裁了这个在立法院 嚣张20年的柯建民 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说竟然在4月3号花莲发生地震 这个叫做老天有眼 结果一出之后呢 包括连民进党全部通通大锅 没有人护航的下去 柯建民紧急的在立法院三度道歉 柯建民这叫什么 标准的夜路走多年遇到鬼 为什么 因为老柯是这条夜路走了多久 走了20年 他在立法院向来是呼风唤雨 为什么前面是跟王金平共治 柯王王柯体系 所以立法院都是他说了算 而到了民政党的执政8年 他也是一党独大的大党鞭 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结果如今这个大党鞭 受到了刺激 这个刺激叫做15连败 党鞭 那是贪抠的艺术 你每一次表决 每一次你就输一票两票 15次表决15败 根本人会烂 人会没烂 人会弄 最后居然 总招抠人 人都不进一场啊 柯建民即便发总招 整天发假动假动假动 但有一次巨像哥 连柯建民自己都没来 你知道那时候跑去那天吗 你发动假动你自己没来 要跑去找陈建仁 跟陈建仁的培洗伴游 好不好 所以柯建民自己都没来了 那与此同时你看啊 最近他们来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明明有51票 结果呢 到上个礼拜为止 竟然只来了46票 这个理由很简单 因为就算我51个通通到齐 俊阳哥请问会赢还会输 还是输啊 还是输啊 可是输人不输丁 我好歹开出来51票啊 第一次输人不输丁 第二次输人不输丁 第三次 温道大高雄 我跟你输人不输丁 请问一下 民进党什么样的立委最多 中南部的立委最多 国民党都偏北部了嘛 顶多到中部嘛 高雄这个地方 国民党全军覆没嘛 虽然输不差我一票啦 所以各位 未来我跟你讲 会出现一个状况 大家开始谈性比拔了 反正我投票也是输 我为了要去投你这一票 我高雄可能早上 4点就要起床 5点要去多搭高铁 搭高铁到台北7点多 然后再去签到 再去看党团会议的港干部 然后最后面到的结局是 请问一下会不会泄气 所以现在柯建民 为什么人叫不叮当 遇到这个问题 而就连党团三长 现在有一个人也浪杠 这个人叫做庄瑞雄 先前庄瑞雄还常常出来呢 这个匹配狗大小生 还对于我们这个 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 非常多的指教 结果没想到奇怪 庄瑞雄最近人也消失了 而唯一剩下一个是 住在立法院旁边 每天到立法院 接受自己失败事实的柯建民 而另外一个人叫做 施瑶小姐姐 因为施瑶小姐姐 他有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 我好想选台北市长 我怕我下次再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进声 没有分裂投票 我就会被干掉 现在时也运也 如果都不在 老柯柯总召这边 难怪 连韩国瑜在一场 都可以洗他脸啊 以前老柯最喜欢你去口罩当中 叫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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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不来 什么都要照不来 结果现在反而是 韩国瑜跟你讲 柯建民 叫不来 韩国瑜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声 在场突然跑出来一个不是人 而是一个巨婴 一个叫做洪生汉的人 洪生汉就是 局长 老师我要发言 就是各位你看看他的画面 结果韩国瑜直接跟他讲 不行 你不是山掌 而这个规定是由柯建民提出来的 直接打脸 而当下柯建民还在摇巴扎说 没有我是说三个人数啊 是优先还要硬拗 所以韩国瑜直接一句话 闭嘴 反正呢最后把人通通清场给送出去 所以到底是谁不懂议事规则 你知道我就想到老柯 当时二月份才刚刚开议的时候 他是怎么去洗脸国民党那些新科立委的啊 对 柯建民呢 以前就一句话叫政级规则 反正老子有六十几票 我说了算啊 对不对 他现在实不我语了 好不好 因为人总说会过气 为什么大家讲 贵白没落屁的故 因为一开始刚开议的时候呢 他还对这个国民党新科立委说 我如果数字差 30年就走建啊 数字之间都很差啦 30年几件啊 但是结果没有想到 如此优秀 如此清明 如此能干 立法院张荣的翔楚活字典 竟然输给这些数字很差 30年守建的立委 而且一输 还就输了15次 了不起 还说人家有要医吗 如果国民党咨询有要医吗 那柯建民完蛋了 因为他叫做无要可医 怎么比都得输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都不会太久耶 上个月 上上个月的时间而已的老柯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还跟你郑重90度鞠躬道歉 你可以看看 在那一场朝野协商 黄国兹喊一途途的时候 他那时候的反应 你看你真的会笑三声 哎 因为柯建民那时候错判局势 因为柯建民认为说 哎呀民众党叫做没用的 八票叫做废八席 叫做废八票 民众党是个废票党 还记得吗 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废票党 竟然还真的废出有出席 废到出席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就不投票 国民党也不投 国民党要输的时候 我竟然投票 哎 这个废票有意思吧 當時柯建民跟他講說什麼 他說這個黃國昌跟韓國瑜告狀說 這柯建民每次我講話都不準 你差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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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老柯竟然還補到說 趕快離開 趕快 快 快 撥撥撥撥撥 大家撥撥撥 沒有想到現在當初柯建民羞辱的黃國昌 撥撥撥的黃國昌 把黃國昌氣到高歌離席 而如今不管是藍不管是白 通通都變成一種聲明叫做在野陣線 完全的讓柯建民徹底洗臉 好 所以董哥今天我們看到了 當時不可一世的大綠的黨團總召 現在怎麼變成了鞠躬道歉的那個 泄了氣的皮球呢 過去八年他們為首亦為 現在完全沒有那樣的情況 25年來他首度一直吃到敗仗 什麼案子都通不夠 他要假動 開始大家陪你假動 後面人家也不願意了 徒勞無功嘛 對不對 你自己是不溫馨你又不用跑地方 我們可要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柯建民那種 痴悲齁 已經到了沒辦法自己都沒辦法忍受了 都自己都覺得說不曉得怎麼辦啊 那他現在的情緒就非常高昂啊 喔 就會講錯話喔 喔 那這個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他因為不認清政治現實 民進黨在立法院不夠半 而院長已經不是過去跟你搭配的很好的王金平 國民黨馬上有執政 國民黨在立法院也夠半 馬上有很多提案都夠不了 包括提名沈陸雄當副院長都夠不了 對不對 立法院同一票國民黨夠半都夠不了 喔大家可以看到 你就是一片 你當總統是你的事 我們立法院最大 只要國民黨某些人跟民進黨配合 他就可以達成柯建民想為所欲為 所以可以看到現在柯建民 他過去的可以為所欲為 現在七級敗壞 但是我告訴他 大勢已去啊 你已經不是過去的老科 早早把總召卸下來早早離開立法院 因為你過去 那種輝煌騰達縱橫敗河的時代 早就夠氣了 民進黨還想往那套 你現在他變成是最大的一個 民進黨的一個阻礙你知道嗎 因為他跟黃國昌是死對頭嘛 就好像賴清德跟陳廷輝是死對頭 就你完全沒有辦法解他 那現在你這種態度黃國昌當然更生氣 他現在是民眾黨的總召 他帶領民眾黨 高興投就投 不高興投 我就不高興投 不管我高不高興 贏的都是國民黨這一邊 對不對 那你永遠輸嘛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現在最大的阻礙其實就在柯建民 那民進黨如果賴清德這些人想通的話 趕快請柯總召 明謝會顧 後知你怎麼看 阿扁的狀況是選舉的時候很激烈 但是平常的時候跟在野黨互動沒有問題 他是到選舉的時候才牽手護台灣啊 什麼去跟那個兩岸關係 但是他平常的時候不太罵多數 罵國民黨 可是跟現在的氛圍完全不一樣 所以老柯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是因為民進黨整個上下在蔡英文的八年 已經完全戰狼化了 不斷的就是抗中保台不斷的扣帽子 所以他的朝野關係非常非常難緩和 那老柯現在的狀況是說 你如果賴清德不變 老柯再怎麼做也有限 但老柯現在狀況他變成說 他只能什麼 我就是做好我的角色 所以不斷的 你要對抗我就繼續對抗 但是對抗的結果就是一路輸 絕對沒有辦法贏 建平 我覺得關鍵在人啊 剛剛後知一講 換取我們以前在跑立法院的這個回憶 2016年以前 老柯靠的是誰 王金平啊 這個董哥大家也很清楚啊 王金平以前會讓他 會這個稍微配合這個 柯建民 然後讓這個民進黨團要做什麼 欲取以求 然後2016年以前又有分遂 2008年以前是這個大立委制 就是立法院有200多席立委 然後到了08年到16年 就變成這個113席之後 還是有這樣 然後民進黨也曾經變得很少很少 只有二三十席 三十幾席這樣的狀況 那時候王金平就是會 站在老柯這邊 可是16年到24年呢 當王金平老王不在之後 民進黨靠自己 可是他們一黨多數 所以當時蔡英文跟蘇貞昌都要靠老柯 老柯就因為立法院民進黨多數 所以欲取以求 所以我從24年的這個分水裡往前推 你要看的是老柯靠的是人 那24年以後 就今年總統跟立委選擇 你結束之後呢 形勢已經比人強了 不管靠人或者是靠人數 老柯都沒有辦法掌握 你要跟這個以前一樣 跟這個老王的關係 那你現在要這個比照 你要韓國瑜 韓國瑜不會買帳啊 那你要跟他比意識技巧 旁邊有一個周萬來賓你還懂啊 所以當你去質疑說 韓國瑜不讓這個 他們的洪生案發言的時候 馬上就會搬出來 你也是一樣 不讓陳昭之發言啊 所以老柯在這種情況下 他會急 急了之後 又在立法院協商動不動 你要去看那個韓國昌的追戀 我剛剛明治講話 你插什麼話啊 你插什麼話 然後對著這樣的一個柯建民 他心裡面其實 剛剛講說自卑啦 急啦 我覺得食不我語 所以當他現在掌握到50席 51席上下的民進黨的時候 你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柯建民啦 老柯已經慢慢 我覺得他的時代退出了 然後你在想說 他能夠用什麼樣的方法 除非啦 你就祈禱民進黨 不要再去打這個 另外一個柯 柯P 那你才能夠跟民眾黨合作 否則你看民眾黨 在立法院裡面 就是左右逢圓藍綠搖擺 那目前狀況氛圍是比較 跟國民黨合作比較多 那你要把它拉過去 現在跟你仇恨值那麼高 柯建民當然沒討厭 那你只有講話說錯話 這種思言 你再道歉34也沒用 在今天呢 我們給大家看到 另外一個火線人物 是余天的女婿 余怨奇的老公 陳建 他擔任這個炸團的 車手頭被人髒拒貨 大家今天有更多的細節 要來告訴您 他不是建商小開嗎 而余怨奇生前 不是也努力地接通告 把孩子攢下了教育費嗎 他為什麼還會缺錢 還去跑去當炸團的車手呢 更多的細節告訴你 原來他愛裝闊 原來一個月開銷 多達20萬 3萬塊的月薪哪夠他花 於是他跑到這個地方 不常賺塊錢 據說 一天可以賺近10萬塊 真的這麼好賺 這麼風險低 這麼不保法律 放在眼裡嗎 對 居然跟我們現在講到 車手 他還有再加一個字叫做 車手頭 也就是余天的女婿陳建 那所以說余軒 車手跟車手頭在哪裡 車手頭當然好 車手頭他所負責的是什麼 管車手 車手你要冒著風險 冒著危險 在外面到處跑 可能警察看到你行機詭異 在提管機前面晃來晃去 第一個被抓的就是車手 對還會被抓 但車手頭難抓 為什麼 他只負責調度 他只負責管理 但他可不代表沒賺錢 錢賺的可多了 來他們講說余天女婿月薪 明明只有3萬塊 但一個月哪來花20萬 我們來算給各位聽 因為作為車手頭 他可以抽擁 而這個口B秀 你說宇軒到底抽擁 整個抽法 比如說他底下的車手 匯了多少錢 領了多少錢 裡面每一單他可以抽 兩個百分點 所以現在百分這 你不要開玩笑 一天500萬 請問一下他抽的錢多少 就有10萬塊 一天就有10萬塊 我說500萬 他搞不好超過500萬 你哪知道他一天騙多少錢 領多少錢 對不對 所以你說他每個月開銷 你想我們姑且姑計 10萬就好了 一個月多少 300萬 所以 坦白講如果說 按照這種經濟實力 他只花20萬 也算輕輕了 所以 之前我們以為說 媒體在看到說是這個 建商小開 哎呦 沒那麼厲害 外牆中肝 對沒有說 因為他們現在包括 余祥捲跑出來爆料說 不對啊 我覺得我姐夫 他以前怪怪的 為什麼怪怪的 因為陳建他們說 以前要去烤肉 結果烤肉呢 烤著烤著 才多少錢 9千1萬大家族聚餐 出一出 完了就沒事了 結果沒有想到 他竟然呢 這個陳建跟李亞萍討吉 說 長母啊 不好意思 我這烤肉烤肉的錢 你自己可以給我 因為我花9千塊 所以李亞萍干脆鎖心 說好啦好啦 你要烤肉錢我就給你啦 直接給你1萬塊 順便補貼油錢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 余祥捲說 蘇南想像他一個月 進來月入可能 上達幾百萬的案件 這位置的是 怎麼會連烤肉錢 9千塊都要省啊 你一定沒有想到 這個車手 你剛剛不是說風險 抓ATM前面 抓直接壓制的 都是車手 有人抓了放了 繼續騙 騙了又抓抓了繼續騙 沒有在怕的啊 對我們剛才說 車手同風險很低 但車手雖然風險偏高 但不好意思各位 還是非常低 為什麼 因為真的相對來講 我們講高風險高報酬 但是這些詐騙集團 為什麼那麼多年輕人 現在社會上那麼多人趨之若霧 因為低風險高報酬 你想想看喔 只有一個少年車手 兩年內就被抓了三次 各位你知道這個問題在哪裡嗎 你怎麼抓不到一年馬上人就放出來 抓不到一年馬上人才放出來 否則你如果抓了沒放出來 他怎麼有辦法兩年被抓三次 抓三次再把放出來 根本就沒在怕嘛 而且最近呢 commission越來越管 原本呢大家去領錢的時候 只能抽兩趴 結果後來調高到五趴 這會造成什麼 笑英雄哥 代表大家會更踴躍 今天我做一百萬 我領了一百萬 我就可以領多少錢 一天日薪五萬塊耶 那你說幹不幹 當然去做這種事情啊 甚至你看喔 被害人一百萬就五萬報酬 而且 因為名下根本沒有資產 他只是負責去領錢的 就算人要提告球場 他一層黃黃一層一層的保護 最後也球場無門 抽取式衛生紙嘛 這就是抽取式啊 這個地方就設斷點 他們到哪一個地方去吸收 這麼這麼多 甘於刀鋒上 挺而走險的人 當然各位 現在年輕人在用什麼 要嘛是抖音 要嘛是硬子滾 要嘛就是網路上非常多的平台 結果沒有想到各位 你看喔 你現在去IG上找找 都有很多這種 恰龍恰厚的 年輕人的 沒有多少 但是他很怪 他都在你看喔 B&W 雙B 美容 然後潑現金 都是現金 幾台幾台幾台的 還說什麼 持之有痕 必有收穫耶 哇 人生哲學都講得出來 但沒有人叫你持之以恆的騙人啊 他就說什麼 還有人爆料說 我錢哪有那麼多啦 像那些大X 然後還把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消音掉 而且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讓很多年輕人看到說 我不用打招啊 我不用打招啊 我只要跟他們一樣 一起去做詐騙集團 我就能開雙B 我就能滿手抱現金 請問一下 會不會有吸引力 哇你剛剛講到的抽2% 現在已經變抽5% 今天雨萱來給我們看到了 這個故事太驚悚了 他居然創下了國內車手的天花板 對沒有錯 各位我們講說有Supercells 超級業務員 超級房仲超級車銷 沒有想到連車手都有超級車手 Super車手 好不好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最近抓到一名車手呢 大概一個親手女 大概35歲39歲左右 但是他看起來不像詐騙集團 也沒有四龍四鳳 他反而是全身穿著什麼 OL套裝 跟我們一樣 西裝筆體 就像走進銀行 所以行員也不宜有他 沒有想到他用的是什麼 就是假帳戶 人頭帳戶 而且在一年之內領了多少錢 2.5億元 這個成立2%也很恐怖 你都用5%都會嚇死人 真的是超級業務員的薪資 所以他們就講 哇這個等於是車手界的天花板 好你先來告訴我們一句話說 道高一齒磨高一丈 他們在這個溝通的過程當中 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呢 對因為最近就有個網友很聰明 他就遇到這種詐騙集團說 你要不要投資理財 我是證券的 沒有想到這個網友跟他講了一個通關密碼 就5個字 講完之後 人家竟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反應 他想說 他說天龍蓋地虎 你看他說 你要不要做證券啊 你有在操作股票嗎 這個網友知道很厲害 這個詐騙集團 他說天龍蓋地虎 結果沒有想到對方馬上說 兄弟同行啊 你最近業績如何啊 你做得怎麼樣啊 然後後來他們還因此變為好朋友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 這個詐騙集團已經成為社會上 非常大域群潛在的因應跟潛在的危機 甚至是有組織有話術有對話有暗門 難道我們的政府真的無能為力嗎 好 柴薇你怎麼看 今天是因為余天的女婿 這個叫陳建的 社會上有更多的陳建們啊 你怎麼看 我覺得從過去8年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得到 現在台灣已經是淪為一個詐騙之島了 大家的訊息喔 不是自己朋友 不是自己親戚 傳給你的訊息 打開訊息 通通都是詐騙訊息 這個就是問題 那從余天這件事情突顯出什麼事情呢 就是突顯出民進黨對於徐曉星的追殺 有多麼荒謬 余昌泉今天爆料她自己說什麼 她這個女婿曾經有找過她的丈母娘來要錢 找誰 不就是雅萍姐嗎 雅萍姐 對 找她來要錢 那如果按照民進黨的這個邏輯 是不是要查金流 之前不是也說要查徐曉星金流嗎 那如果按照同樣的標準 今天是不是余天全假金流都要查呢 那我覺得其實事情是一碼歸一碼 余天這件事情就是交給檢調 好好的去查 其實徐曉星的事情也是一樣 但問題是都是突顯出這8年來的詐騙案件有多誇張 我只想一個啦 現在是全民反詐不止還不夠 是全民在幫執政黨防堵詐騙 銀行你去領太多的錢 他會告訴你什麼 有沒有這個要擔心 洗錢 對 要擔心詐騙集團有沒有被騙 超商如果你對包裹有疑慮 說這個包裹我可能沒有訂喔 超商會告訴你什麼 那你回去就不要猜 自己再去問一下家人 你拿回來 我們幫你退 包裹快遞人員會說什麼 你拿到一個包裹 可能不是台灣本地的 他會跟你說 如果你這個東西 不是你的東西的話 你原封不動把它包回去 一樣我們幫你退回去 這些都是圖顯什麼 民進黨完全沒有辦法處理詐騙案 無能處理詐騙案 但是全部都是民間在幫你防堵詐騙案 所以之前國民黨智庫就有一個數據 就顯示出有65.2%的台灣人 是對於台灣2023年被詐騙金額高達88.78億元 史上新高非常非常不滿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8年來耶 詐騙案件不斷不斷的升高 今天金管會管不了金流 這個訴發部也管不了網路詐騙案件 那請問誰管得了 執政黨所有都管不了啊 那難怪有這麼多的車手 願意挺而走險 民進黨就是放任這些車手 挺而走險的最大貨源 我們都知道台灣超商密度灌全球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只有一種行業一種商店 能夠超越超商那就是藥局 你看到不到一公里的 這樣三重一條街 短短一公里不到 擠滿了超過20家的藥局 放眼全台藥局數目超過1萬家 有恐怖嗎 最近剛好是上社會公司 陸續公布財報 結果我們一看不得了了 國內藥局連鎖的一哥 浮上檯面了 光是賣藥配藥一年 居然交出了42億的業績 開藥局如果沒賺頭 誰跟你擠破頭 我們背後來看 這2000億的商機爭奪戰 過去10年倍增了一倍耶 到底這10年來發生了什麼改變 君相我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申策會 他公布了申醫族群的這個 今年的Q1的業績 其實你知道嗎 光是這個營收超過10億元的 有23家 其中比去年同期多了5家 那我就跟大家講 大家會很好奇 那連鎖藥局 上市櫃的這些公司裡面 誰是算是這個 等於是申醫的這個股王 藥局王 那我就告訴大家 大數有沒有看到 第一名 排名第一的這個大數 營收是42.02億元 上位公司以他為這個夺冠 包括在2023年的時候 他營收是161.4億元 當時每股存益 EPS大概是6塊錢 這個大概比他2022年的 EPS7.85元 大概減少了兩成左右 但你要想想看 如果沒有減少兩成 他是不是更多啊 但是也比這個疫情前三年 這個在那8%之前三塊多 他已經多了兩倍啊 所以你看到在生衣族群裡面 交出最亮眼成績的 居然是藥局 買油啊 配油啊 買保健品 真的有這麼好賺嗎 來 這張圖不說不知道 講下去真的會嚇一跳耶 是就是因為你看到這個 紅紅的點點 密密麻麻的是什麼 是藥局啊 不是便利商店 就在新北市三重區的正義北路 不到一公里 開了超過二三十家的這個藥局 被稱為藥局一條街 即使像新北市永和區的這個竹林路啊 還有或者是台北市的內湖區 也多半有這種創況 但是沒有三重正義北路 這邊那麼誇張這樣的一個規模 所以你可以看到 藥品跟醫療藥品 他們的這個零售業的這個加速啊 已經達到多少 10584家 我們上次節目講過全家跟780 加起來這個1萬家左右 人家藥局開的比780 和全家還多啊 所以會不會變成一種藥局 有可能喔 你知道說美裝零售藥局的這些規模 從2013年到這個2023年 過去十年以來 它的成長幅度已經高達95.6% 因為呢他們從這個1178億元 增加到2305億元 這麼誇張的規模 也難怪藥局一家一家的開 然後連鎖藥裝店 也是一家一家的開 然後甚至會產生一些併購的情況 回頭來看這張表格 生衣族群的冠軍大樹 交出了42億的年營收 他怎麼長成了一棵大樹了呢 大樹藥局的董事長鄭明龍 其實他不是藥師出身 他以前是做房地產業的 這個房仲業務 但是當年他的哥哥啊 1993年的時候 在我們桃園市中壢區 內力車站附近 開了一個內力醫藥局 然後95年不是全民健保 開始上路嗎 然後開放了一些處方藥的這個 他就鬆綁的政策 那他哥哥劉育騰藥師 也就前董事長 就把這個鄭明龍給找來 說看能不能協助這個藥局 來做轉型 所以沒想到呢 從這個非專業科班出身 他可以打造 擁有最多藥師的連鎖藥局 為什麼我說這個大樹藥局 是算是全部全台灣的藥莊 連鎖藥局最多的藥師 因為他跟各大學 各大學醫藥學院的這個藥學系合作 他設立了這個種子藥師的制度 還協助這些藥學系的學生 讓你畢業前 鑒接工作 對 考上了這個藥師 執照 然後也可以鑒接工作 而且他讓藥師去當股東去加盟 一家一家的開 然後等於是 藥師當了股東 他就有相親力 他就會幫 想辦法幫他的這個產業和電數擴大 然後呢 再加上他在這個 跟日本商業日商的這個蘇吉藥局合作 當時蘇吉藥局在2020年開始 跟他合作賣他們的產品 兩年後呢 開始砸了2.2億元 入股這個大樹藥局 讓這個大樹藥局 快速的壯大崛起 站穩國內藥局的這個龍頭 目前他已經有343家 算是全台灣最多數的藥局 他預計今年要開420家 更是發下好語說 明年2025年他要開到500家 強橫強就這個道理 還有走在路上你會看到另外一個連鎖 叫丁丁藥局 丁丁藥局也很猛 因為他背後有一個副爸爸 是丁丁藥局的副爸爸就是 科技業加世達 他去年呢用10.5億元收購了 這個丁丁藥局的這個股份 大概將近三成 那我們都知道丁丁藥局你去 這個街上看 都是屬於那種比較中大坪數的 店面比較寬比較大 裡面也賣了很多母嬰類的這個產品 而且是自由品牌的這些奶粉 那其實這個兩個月前 三月份的時候 當時他用170元上櫃掛牌 你知道嗎 他一掛牌 當天就衝上210元 也就是當時有抽籤中獎的人 有抽到這個 可以這個買丁丁藥局 他們的這個上櫃股的 一張股票 哇 現佔4萬 哇 馬上報酬力將近25% 所以獻煞了很多的這個股民啊 那現在丁丁藥局他其實 沒有像大術藥局可以開到三四五百家 他只有不到100家的規模 大概就有12家 而且有51家的藥局才能夠領處方藥 但是呢他2023年你知道嗎 他每股存益EPS是6.21元 而且到了前年2022年 EPS12.08元 乘以2 所以我說他是藥局獲利王當之無愧 連鎖的戰爭通路為王 我們最後就要講到這個康世美 哇 全台有多少家 你不趕快殺進來 2000億的商機耶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這麼多的藥局 但是疏忽掉了這個 屈城市跟康世美這些 也是連鎖的這個藥窗店 那光是這個康世美 他在這個全台灣店數有400多家 那前年7月的時候 他宣布說要開出100家藥局的這個電中店 那什麼是藥局的電中店 我就跟大家講 其實台灣在這個 相關的醫藥方面是很嚴格的 我們藥品大概分為這個處方藥跟指示藥 還有一般的陳藥 陳藥還有分乙類的陳藥 像那個萬金油跟綠油機 你才能夠在電商買 其他你全部的藥品 你都只能在這個藥局實體的通路 然後有藥師執照的人幫你服務協助之下 你才能買到 那你去藥局買儲方藥 或是指示藥這些藥品 你不會只買一個東西嗎 像我走進去這個藥局裡面 我就會開始 這有賣這個什麼八炮錠 這有賣什麼東西 這有賣什麼藥品 我就會連連續的這個連帶的就跟著去買 所以這是一個很強大的揣樓家 是我往往拿著儲方簽 那個儲方簽是揣樓家 那現在藥師一個月薪水可以到七萬多八萬 到一個月甚至十萬 剛畢業的藥師都直逼一個醫生的薪水了 就是因為這麼多藥局連鎖店一直開一家一家的開成長 再加上這一些開的電中店 讓你拿著儲方藥進去之後 拿了藥之外 你還會進去消費買其他的藥品跟保健食品 引至於現在台灣都說 藥局剛剛那樣的產業已經成熟了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再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我也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